好 我們今天要從範例來繼續我們一之一的課程 大家很認真 你可以早起然後又選擇進來上課 挑戰你 我們昨天有講到了什麼東西 講到了有理術跟無理術的部分 我們簡單的來複習一下 所謂的有理術的部分 我們的數學上面給它的代號叫Q 那它是Portion這個字 它選擇第一個字種來當作是它的代號 Portion Q 有理術我們都可以寫成一個分數的形態 一個分數的形態 不管是整數也好 不管是分數也好 它都稱為有理術 那我請問你 零呢 零是不是有理術 零是有理術 三分之二是有理術 那我們也可以寫成二分之零 二分之零它也是有理術 所以我們以後就會知道 零它也是個有理術 那無理術呢 那無理術呢 好 無理術的部分 我們大部分接觸到 例如說 根號 好 例如說 嗨 那十八成問你 如果今天是分號二加一 它是不是無理術 還是它是有理術 它是由無理術被有理術所形成的 它是算了一個 它算在無理術這邊 它算在無理術這邊 所以分號二加一它也是算在無理術 好 我們有了這樣子的一個初步的觀念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接下來的內容 好 我們從範例開始看齊 有理術 無理術 比大小 比大小的單元 在國一的時候就已經有看過它 好 那比較簡單的 你也可以自己先試試看 A等於三十七分之五十 B等於四十六分之五十 C等於 B等於七十三分之八十六 怎麼比大小 要不要封分 不要 你看小有很多種方式 封分只是一種方式 我也可以把它寫成代分數 好 我把它寫成代分數 我們就可以知道 大小有1 所以大小 Need 大家寫到五一高顶後面就好了 對不對 比後面最好了 所以樓度一個 13又一樣 13 you一樣 所以呢 1分母比較少 分母比較小的 它就會比較大 A.A.B.C. 大於ivas 好 第二小笔这个萤幕 我们以前也看过 对不对 我们在写接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东西 以前曾经出现过的东西 这三个怎么很大小 我要按计算机根号17 再按计算机根号3 再把它加起来吗 这样有一点点慢 这一体的做法 我们以前的教法是什么 把它平方 对不对 把它平方 好 a平方我们可以做出来是 a平方 b平方 两个平方相加再加2ab 记得吗 用成法工式 是20加两倍的分号51 这个平方呢 这个平方 b平方 我们可以写成 平方平方相加是20 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2ab 对不对 2ab是多少 两倍的分号75 这下方平方 这下方平方 c平方呢 c平方是13加7 这两个平方20 再加上2ab 2ab是91 91 好 就刚刚一样 对不对 大家都有20的情况下 不然我们来比后面吧 比后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c平方大于b平方大于a平方 好 我们就直接可以说 c大于b大于b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前提 不是平方大 它原本的数就会比较大了 为什么 你 -5的平方 大于3的平方 难道-5有大于3吗 有吗 没有 前提是大家分是正的情况下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是正的情况下 那平方比较大 大家都是正的情况下 平方比较大 那原本的数就会比较大 那我们这三个是不是都是正数 分号17分号3 这里面全部都是正数 所以因为这边全部都正的 我们就可以说 c大于b大于b 那我们的前提是什么 我们的前提是 a大于0 b大于0 c大于0 大家都是正数的情况下 平方大了 原本的数就会比较大 好 接下来请大家看到范略6 范略6 范略6还要请你判断 下列数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好 这边就是在讲有理数跟无理数的部分 好 那哪些有理数 ab 我们来看一下 a选项 他说ab都是有理数 相加就是有理数 对还是不对 两个都是有理数 相加 还是有理数 a是正确的 a是正确的 在高中会常常遇到多选题 多选题就是 这一个五个选项里面 会有一个答案 两个答案 三个答案 四个答案 甚至于五个答案都对 那这一题 a选项是正确的 那为什么是正确的 在数学上我们要判断它是否正确 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我不证明它正确 你能不能举出反例来推翻它 如果你可以举出反例来推翻它 它就错了 那如果你找不到反例来推翻它 那它就是个对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选项 他说两个无理数相加 凡是无理数 对还是不对 根号3加根号2 请问你它是有理数还是有理数 无理数对不对 诶 那这个点像是对的咯 我们再举个例子 根号2加1 根号2加1 它是无理数 那如果另外一个 它是库根号2加1 请问你这两个相加的结果是什么 这两个相加的结果会是2 那2是什么 2是有理数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B选项 它有可能是对的 但是也有可能举出例子来推翻它 在数据上一部分对 一部分不对 那就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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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C给一下 一个有理数跟一个无理数相成 会是无理数 对吗 一个有理数跟一个无理数相成 它是无理数 我举的例子 我举的例子看起来好像对 好像对了 可是如果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推翻它 那就错了 好来 A是有理数 我们应该举例子 举3 3乘以分号2 3乘以分号2 就是3分号2 就是3分号2 这样子才补我们读 好 有理数乘以无理数 它是个无理数 看起来好像对 但是如果我用0来乘 勒 我用0来乘呢 我用0来乘 0是有理数 有理数乘以无理数 的结果是有理数 所以我们又再一次推翻它 对不对 有时候对 有时候不对 那这个选项就是不对 接下来快点清晰一下 两个无理数相成 一定是无理数 对吗 两个无理数相成 是无理数 但是也有可能是 两个无理数 分号2 乘以分号2 会等于2 它又回到有理数 对 所以我的猪选项 有可能对 有可能不对 当你可以推翻它 那这个选项就是错了 不是错了 好 在1选项呢 当A B都是有理数的时候 那我把它带进去 A加上B加2 A加上B加2 它一定是数 E选项 它是正确 正确 你自己可以带带看 能不能够推翻它 A跟B 都是有理数的话 我们 还有说 又不可以等于0 对不对 不可以等于0 我们就没有办法 把根号给消掉 那根号没有办法消掉 我们就还是维持 无理数的情况 所以这里答案是A1 好 好 接下来 我们看到案例7 案例7 要教大家使用计算机 使用计算机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在新的课表里面 我们是希望大家 你可以活用你的工具 那我们如果有一些计算机 可以通过计算机完成的话 那我们会加快我们的速度 但是呢 我们的数学 还是要训练我们的邏輯能力 好 邏輯能力是计算机 没有办法取代的 好 但是一些基本的计算 计算机 怎么样 它可以做的 好 好 1小匹 11分之3 我们按计算机要怎么按 要按什么 通常大家不一定有计算机 但是一定有手机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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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要按3除以11 手机要按3除以11 那我们称得到0.272727下去 也可以说它是0.2727循环 可是它要我们做45度到小数点第四位 45度到小数点第四位 因为其实是要看一看 2 2被省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 45度的结果 应该要写1.2727 第二小匹 我根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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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做 我根号要怎么做 我的 如果你是用手机的同学 那 我们通常我们手机怎么样 放横的 当你手机放横的 放直的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手机是放横的 那它就可以跑出很多更进阶的功能 好来 那我们来按一下 用手机要怎么办 我们的按法是 先按13 再按根号 这个根号的符号应该是 S 这边是二次根号 好 先按13 然后再按这一个 然后再按什么 再按前 1 然后最后呢 再按 5 1 5 好 这是我们的顺序 好 再一次哦 13 按 分号 13 按分号完之后 它出现3点多 3点多 再-1 好 好 -1这边啊 请大家注意哦 好 你这边一定要先按一个等零 减一完之后 要先按一个等零 好 先按等零完之后呢 再按除一五 好 除一五 好 所以我们会得到的结果 0.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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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经过四十五路呢 少数点后第四位 我们要看第五位 好 好 0.521 0.521 0.521 在这边简单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边要先按一个等零 因为你如果用的计算机 它是属于工程用的计算机 工程用的计算机 工程用的计算机啊 它也大概是首档的大小 通常最大的比较是卡西欧 那那种工程用的计算机 它很通勇 它会先乘除后加紧 所以如果没有先按一个等零的话 它在这边会去做一个 负一除一五的动作 会做这个动作 那你就会 不小心在那边进行的先乘除后加紧 这个部分呢 你操作看看 操作看看 你会知道 基本上是什么意思 好 这是我们利用计算机来做一个运算 然后再做四舍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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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实数的限值 在这边是什么东西 在这边是不等式的部分 不等式 国际有没有交过 有 在那里 在国际下的时候 国际下的时候有交过不等式 那在这边我们仍然是来把它当作是一个复习 为什么要复习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交的东西都是之后会用到的 之后用到的呢 我们在第一章来做一个复习 再加一点点新的东西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他说 A 介于零一之间 B 也介于零一之间 让我们这样子判断这个选项是正确的 首先 A 选项 两个相加 好 不等式可以相加 但不能相减 相加比较简单 我们就把左边这两个加起来 是B 中间的加起来是A 加 B 右边的加减是2 所以呢 A 加 B 介于零到之间 它是正确 它是正确 好 那 A 乘 B 呢 A 乘 B 呢 只要是乘法的部分 只要是乘法的部分 你都要做四次 乘法要做四次 来 我们试试看 0乘 0 是 0 0乘 1 是 0 1乘 0 是 0 1乘 1 是 1 乘法的部分你一定要做四次 然后去找到最大的 放在这里 最小的 最小的 这三个都一样 放在这里 好 我们一定要做四次 因为你提醒会变 你这边不见的都出现 也有可能会出现复的 也有可能会出现复的 所以如果你这两个 都出现复的的情况下 我们相乘 会变正的 对不对 所以你绝对不可以说 只有前面乘前面 后面乘后面 这样子你会措施掉一些可能性 所以遇到乘法 一定要乘四次 这两个边界跟这两个边界 大家互相乘 大家互相乘 乘完之后 把最大的放在这里 最小的放在这里 第一选项是正确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C选项呢 C选项就出现了限制 什么限制 不等式可以用减的吗 其实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这边B-A B-A 你如果直接B-1 0-0 那这样子会出现答案 不会 对不对 好 不等式不能够相减 只能够相架 首先 我们B-A 我们的分子是B加-A B加-A 我们先把A乘以负一 我们先把A乘以负一 这个乘以负一 它会变成 0到负一之间 它乘以负一 那整个方向要改变 不等式的方向要改变 这个加上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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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方向要改变之后 写成这个样子 那负A会借0-1到0之间 那B呢 B直接照相 B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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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两个相加 在方式的结果 -A加-B 相加-1 相加-1 好 所以呢 C选项 它应该是要介于什么 要介于1跟-1之间 1跟-1之间 所以呢 C选项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珠选项 珠选项 珠选项是什么 那触法跟纯法其实是兄弟 我们的做法也是一样的 好 那 这边给它一点空间 好 我们看一下珠选项 好 看一下珠选项 A除以B 我们把它看成是A乘以B分之一 好 那B分之一会怎么样 B本来是长的那样子 对不对 B本来是长的那样子 那导数呢 导数会长什么样子 好 1的导数 还是一样是 1的导数往0.1之间 1的导数还是1 对不对 但是我这边 我这边如果是0.1 导数就会变10 对不对 如果这边是0.01 导数就会变1000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导数是1 但是这边的导数呢 其实会变得很大 对不对 它会变得很大 好 那B分之一 导数长的那样子 那A呢 题目给了 A是01之间 01之间 所以这两个 我们如果要把它乘在一起 这两个要把它乘在一起 那应该是 每一个都要相乘 我们只要是相乘 都一定要乘几次 要乘四次 相乘的那样子 四次 所以1乘以0 1乘以0 1乘以0是0 对不对 写在1乘以0 1乘以1 1乘以1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节目 珠选项就是错的 珠选项不错的 珠选项不错的 好 最后一个是E选项 E选项 E选项 E选项说 A-B的绝对值 会怎样 A-B的绝对值 会怎样 好 那我们A-B呢 我们 在讲绝对值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博一的上学期 就讲过绝对值了 绝对值的概念是什么 是距离 对不对 绝对值的概念是距离 好 那 来观察一下 A介于0-1之间 B也介于0-1之间 这两个都介于0-1之间 两个都介于0-1之间 就代表他们在素线的 这边 好 那两个点都在素线的0-1之间的话 如果 那么他们的距离会怎样 他们距离会怎么样 他们距离还是在 Daten те 如果两个很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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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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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0 两个相减是0 那如果两个点的位置不相同 一个在很靠近1的地方 一个在很靠近2的地方 它两个相减就是距离 也就会是很接近1 一个很靠近2 一个很靠近1 那这两个距离本来就是一样 好 这方会很靠近很靠近1 那我们这一体这样的答案 也可以写成 A点B的固对值会想1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或什么是一样的 那绝对词本来就是正的或0 对不对 绝对词本来就是正的或0 所以我这边有写跟没有写是一样的词 所以这一体的答案是这样子 那跟我们的学相是一样 好的 所以这一体的多选我们要写 A B E A B E 好 今天也有十几位同学认真上线 以后不管这两个礼拜的哪一天 你只要有错过的话 你都还是可以上频道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影片 那如果你别听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也可以上去再看一次影片 帮自己复习一次 来 接下来请看翻译 这个东西我们出现一个比较重要的 我们称它为分点公式 这是我们的工具 就像绝对文法 你现在没有到 它都变成工具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小点 他说A1 2点分别是 负3分之7 还有2分之11 A1 P P点在AB 线段上 代表它在中间跑去 不能跑到旁边 它只有在中间跑去 P点在这里 那 这两段的AP比EP 是2比3 2比3 好 我们分别公式有一个口诀 大家可以试试看 比例相加 比例相加 比例相加放分五 交叉相乘放分子 2乘以2分之11 2乘以2分之11 加上 3乘以 5乘以3分之7 所以这一题我们做出来是 5分之都答 11-7 5分之4 5分之4 所以P点的座标 我们就找到了 好 第二小题 我们留了一点比较大的空间 因为它的变化 因为它的变化 稍微多了一点 A点在座标 B点在座 AB 那 AP比DP 3比4 它有没有脚P在哪里 没有回来 它没有脚P在哪里 好 好 那如果P在这里的话 3比4 那我们就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我们来找 刚刚的方法是啥 刚刚的方法是 是 比例相加放分 交叉相乘 4乘以5 交叉相乘放分子 比例相加放分子 交叉相乘放分子 所以你一定可以得到 七分之多少 27-20 27-27 喔 它的约各种方法是1 画的方法是1 问题是这类答案 只有一个吗 有两个答案 全对才可以分 所以我们来找找 第二种前后的事 第二种情况 P 有没有可能在左边 有没有可能在左边 那 试试看 如果P在这里 PA 3等份 PB 4等份 PA 3等份 PB 4等份 这里3等份 这里3等份 这里4等份 这样有没有可能发生 有啊 4-3 这边就是1等份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图稍微画正确一点 这样子P应该要更过去一点 好 应该要更过去一点 这样 4等份 4等份 这样1等份 所以这样子是3等份 好 这样就很好算的 哦 这里1等份是14 对不对 那3等份就是42 42 就是距离42 再用负去减掉42 9-5 1等于14 14是1等份 3等份是42 42是这一段 那我拿负5去减掉42 这就是第一点的坐标 负47 这种坐标 应该 国中生就可以看得懂 对不对 好 那如果用分点公司要怎么做 如果用分点公司 我们假设这一个点 叫做X 用分点公司的话 我们就是 比例相加半分目 比例相加半分目 B乘以0 什么X 交叉吗 对不对 交叉 会等于中间这一个数 就像饼铛球是中间这一个 对不对 中间这一个是负 好 这个黄色的部分是用分点公司 所求出来的结果 你可以用国中的方法做出来 也可以用高中的方法做出来 不要忘记这一个答案是1-47 老师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有没有可能 P点在这里 P点不可能在这里 我们来试试看 PA3等分 PB PA3 PB4 PA3等分 PB4等分 有没有可能 4等分比较短 3等分比较短 3等分比较短 有没有可能 来看一下 3等分比较短 4等分比较短 不可能发生 对不对 不可能发生 所以呢 我们把P 讨论 第一种情况P在AB中间 第二种情况P在A的左边 第三种情况P在AB的右边 那我们找到这个方法是 不可行的 不可行的 所以这笔我们的答案就只有1 还有-47 今天教了五个范例 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呢 一天学一点 三十几分多的学习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打影片再看一遍 如果没有问题请写类题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拜拜 拜拜